第五百八十二集 抖了起来 更是忍不住这些日子的压抑 哇的一声哭了起来 这么多年 他从未哭过 但是现在真的忍不住啊 所有的情感宣泄就此爆发 叶辰 听到这声呼喊 叶辰压制住内心的愤怒 直接冲了进去 九优是天枪 直接破开笼子 几邻艰难的支撑着身子扑了上来 叶辰 你怎么现在在了 我这不是做梦吧 都怪你 如果我不是好先来找你 也不会这样 你 你一定要补偿我很多零食 很多很多 几邻双手抱着叶辰的脖子 下巴埋在肩上根本松不开 他仿佛鬼门关走了一遭 他从未觉得叶辰有这么帅广 叶辰拍了拍几邻的背 从轮回墓地取出了一颗丹药递给几邻 扶下巴 这丹药对你有好处 几邻点点头将丹药扶下 几邻突然察觉到了什么 连忙道 叶辰 小心 一道寒光破空而来 叶辰冷哼一声伸出手 五指握住了一柄长枪 咔嚓一声 长枪直接碎裂 大胆 此地可是紫微宗种地 任何人不得闯入 找死 十几位正在修炼的弟子 正向着夜尘靠近 毕竟这间屋子是紫微宗的秘密 却没想到 被一个不知道来历的青年破开了 既然如此 这个青年就不能留了 紫微宗的功法一直很特殊 需要修炼大成 亦或者想要更进一步 就需要精传之气 而这所谓的精传之气 只有小孩身上才有 叶辰 这群家伙很可恶 但是 他们很厉害 就你一个人吗 吉林紧张地说道 他担心夜尘 夜尘的实力水平固然不错 在昆仑须宗门天才之战 也是极其的惊艳 但是再怎么说 他也只是一个人呢 甚至连天兰宗 都不一定能吃得下紫微宗 可想夜尘 现在面对的势力 有多么恐怖 夜尘扫了一眼外面的 众多紫微宗弟子 几乎都在虚王境之上 甚至有一位更是道远境 至于其他威胁 似乎没有 想必紫微宗重要人物 一或者长老 都和莫为海一样 去见韩家的人了 但是他想要带着几林杀出去 很难 突然夜尘想到了什么 直接将轮回墓地的小黄 拿了出来 此刻的小黄 似乎依旧睡着 我知道你在装睡 带点路 耗费你什么体力了 夜尘道 小黄睁开眼 伸了个懒腰 刚想说什么 几林却是眼前一亮 哇 好可爱的小猫咪啊 夜尘 你是从皇家带来的吗 要不给他打扮打扮 小黄见几林的手伸了过来 连忙一个机灵 就从夜尘的身上跳了下来 身上一出道道雷电 夜尘嘴角勾勒起一道笑容 并且丢出几瓶丹药 对几林道 你把其他人放出来 至于这些家伙 交给我们两个就够了 两个 几林有些疑惑 他看了一眼周围 什么人都没发现呢 就在这时 几林想到了什么 目光死死地盯着地上的那只小猫咪 嘴角抽搐了几分 夜尘 你不会再说这家伙吧 这小东西 估计一件都承受不 他话还没有说完 便是发现小黄和夜尘冲了出去 夜尘手中的九幽式天枪 散发着冰冷的寒芒 面对这些虚亡静的强者 斩龙问天剑 显然无法准确击杀 唯有借助着魔气滚滚的长枪 破天 一声怒吼 夜尘的九幽式天枪 面对紫微宗而来的剑意 没有任何退却的打算 漫天黑气席卷 甚至将众人包裹其中 枪一彻底绽放 仿佛化为数条黑色魔龙 从天而降 轰鸣之声不断响起 那些紫微宗弟子的剑意 竟然直接被无情轰碎 魔族 竟然是魔族 那位道远镜强者察觉到了什么 惊呼出声 但是很快 他感觉到一道娇小的身影 正快速向着这边掠来 正是小黄 小畜生 滚一边去 道远镜强者冷哼一声 一剑无情的斩下 本以为这一剑 那不知死活的畜生 就会化作一团血雾 但是很快 他发现不对劲了 狂暴的剑意 落在那猫咪的身上 竟然没有一丝反应 就好像被吸收了一般 这 这是什么鬼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小黄一跃而去 整个身子 跨越了足足五六米之高 粉嫩的手露出了尖锐的长刀 直接拍了下来 关键竟然有红色雷电环绕其中 太过诡异 那位道远镜强者 万万想不到 这猫咪竟然还会修炼 灵兽 凶兽 还未等他反应过来 小黄锋利的爪子 拍在了他阻挡的长剑之上 长剑直接碎裂 无情的碎裂 恐怖的力道震荡开来 仿佛化为实质般的气浪 穿透了道远镜强者的全身 疼痛还没有停止 因为小黄的爪子 没有任何停留 别说是一般的零件 就算是品阶极高的存在 伴随着神雷 也会被无情撕裂 冰冷的爪子 如钢刀刺入了那位 道远镜强者的手臂 后者本想凝聚真气阻挡 但是当看到小黄 那只红色瞳孔眼眸 发现丹田的真气竟然无法动用 就好像被限制一般 这是什么怪物 他恐慌了 他张开嘴想说什么 却是发现急速的寒光 滑破了他的手臂 甚至穿透了他的胸膛 何等霸道 何等强悍 他嘴里不断吐出鲜血 惊恐的眼眸渐渐暗淡 身子更是倒在了地上 黑雾之中 自然有人发现 道远镜强者死了 顿时群龙无首 柳师兄死了 柳师兄竟然被那畜生杀死了 到处是惊恐至极的声音 仿佛群龙无首 黑雾之中 叶臣也是杀了几位 紫微宗弟子 他看了一眼小黄 冷声道 一个不留 对于这种惨无人道的宗门 叶臣没有任何怜悯之心 无辜 这群人怎么可能无辜 如果真有一点人性 早就离开了这个宗门 而不是在这里阻拦自己 片刻后鲜血渐染大地 蔓延了整个外地面 一道阴风吹来 无尽寒意吞噬一切 黑雾消散了 最后只剩下一个青年 还有一头站在青年肩膀上的凶兽 凶兽的爪牙正滴着血 身上溢出红色雷电 那一蓝一红的瞳孔 散发幽暗的光 无不慎人 吉林将所有人放了出来 每一个人都是认真服下丹药 倒是没有太大问题 但是当他抬起头 看到眼前的一幕 却是身躯颤抖了起来 因为紫薇宗的这些弟子 竟然都被叶臣杀了 他知道叶臣的进步很快 但是现在的实力 距离上次天才之比 还要夸张数倍啊 这家伙不是樊根吗 为什么能够进步如此恐怖 突然他想到了什么 连忙对叶臣道 不好 叶臣 我们快离开这里 这里的异动 令人会惊动那些家伙 不然到时候 我们一个都走不了 现在对他们来说 最不利的是 是这群紫薇宗的弟子死了 因为紫薇宗的宗主和长老 必然震怒 这些大人物的愤怒 可不是现在的他们 可以承受的 当然 最有力的也是这群人出事 至少他们离开 没有目击证人 紫薇宗就无法将事情 归咎在他们身上 叶臣看了一眼身后的小孩 点点头 直接向着外面而去 同一时间 寒家大厅极其开阔 一个悬木长桌 围满了不少老者 每一个老者身上的气息 都极其恐怖 甚至在座大部分人 都是帝尊境的强者 当然 道远境巅峰也不少 这些人 在苍穹榜上的排名 都能进入前两百 这些人任何一个 跺一跺脚 就能让整个昆仑须地震 而长桌最上面的 一个白发老者 勾搂着背 手里正拿着一串佛珠 眼睛很小 固然看起来没有威胁性 但是在座的任何一个人 都不敢轻视 因为这个老者 就是昆仑须寒家的 现任家主 韩道山 韩道山在众多昆仑家族之中 算唯一一个 可以和诸多家族 宗门 谈笑风生之人 甚至不畏惧任何一个家族 只因为他 韩家的那位老祖 韩云还活着 哪怕疯了 这种上古大能 也不是谁都可以阻挡的 甚至一旦阻挡 便是死亡 诸位 今日都能赏脸 也算是给我 韩某面子 我可是知道 在座有许多人 昨日还在闭关呢 为了这件小事 强行破关 我韩某今日以茶代酒 感谢大家 一杯茶直接喝下 韩道山的话语 让众人感觉舒服 大多数人 更是附和了起来 韩家主可是说笑 这可是整个昆仑须的大事 我们可不能贪生怕死 让一切重担压在 韩家之上 韩家 不愧是上古家族之一 不管说话和做事 都让人心生佩服啊 紫围宗长老方承津感慨道 韩道山点点头 又道 我之所以在会议之前 请大家来这里小聚 除了为了那血灵秘境以外 还有一件事 相传 韩道山话还没说完 那个刚才说话的紫围宗长老 方承津表情却是变了 更是站了起来 神色慌乱 渐渐转化为愤怒